基因轉值最基本的定義就是 把一個基因從一個生物 生物體裡面拿出來之後 再放到另外一個生物體裡面 那這個生物體得到一個新的基因 這個生物體就 它的特性就增加了一個新的特性 那這個就是最簡單的定義 就是所謂的基因轉值 所謂的基因轉值 是指我們能將 兩種不同來源的DNA 組合成為一個新的DNA分子 舉例來說 我們可以用特殊的蛋白質 稱為限制酶 當作剪刀 切下一段 胰臟細胞裡的胰島素基因 再用另一種蛋白質 連接酶 當作膠水 把它連接到細菌的質體中 再把質體放回細菌體內 完成基因轉值 而被轉值的細菌 能夠獲得胰臟細胞的能力 製造我們需要的胰島素 治療糖尿病 治療糖尿病 類似的概念 也可以應用在不同的物種上 以植物而言 我們可以讓作物 擁有抗汗 抗鹽鹼 或是獲得抗蟲 抗疾病的能力 也可以減少農藥 和化學肥料的使用 使用 又是 是不是? 是嗎?